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你做的冬衣一定要记得穿 关外天气寒冷 都注意保暖 一切小心 小心 放心 在家等我 出发 驾 皇上就整顿励志仪式对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包养有加 猜力不亏 二人配合无剑大大的表现了一番 如此重要时机 十四阿哥却不再竞争 以现在的情信 对十四阿哥夺位 有害无利啊 十四是受皇上之命在外征房 就算四阿哥和十三阿哥现在搞出点什么风头来 也不过是一时风光吧 本宫侍奉皇上多年 深知皇上的心思主义 皇上看好四阿哥有十三阿哥的辅佐 是定夺江山的帝王之士 二人之力甚至要比十四阿哥强上许多 本宫看来皇上改变心意是迟早的事 无论如何 十四都一定是最后登上皇位之人 此事不能出半点差错 凡是障碍都要除掉 我一定要想个法子才行 好 爷 您连这几日都忙着操劳工事 天天回家便是关在这书房里面 我怕您太过劳累 所以让厨房连夜熬好了补品给您送来 您快趁热喝了吧 放下吧 我倒想知道爷现在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现在连看都不看人家一眼 放下 谁让你动的 我只是想看一看 以后未经我的允许 不得踏进我的书房颁布 我 出去 出去 你 你就能不过吗 你不要走 你你行不过吗 要你呢 people 都知道她 我来呢 原来是十四福尽呢 这宫里人都说 你们姐妹花都嫁与了二哥王爷 都算是攀上了高枝 可有人还是不知足 就喜欢招风引爹 妹妹那般不知羞耻 我看你这当姐姐的 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年姐姐 您这是遇上什么烦心事了 怎么会火气如此之大啊 难道 是因为妹妹跟四爷的事 果然 连你都知道 我就知道是那狐妹子勾引爹 不然我们爷素来清正自律的人 怎么会像着落魔似的 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 画他的画像 看来年姐姐已经为此事伤生许久了 可姐姐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 若是有人阻碍姐姐 姐姐除掉不就好 十三夜 近日感觉如何呀 我这腿伤 给太医看过之后好多了 最近 都没怎么再疼了 好 太医真是医术有方 印翔的腿能恢复得这么快 多亏了您 其实我这儿本有医灵方 或许能根治十三爷的腿脊 只是 是什么药方啊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愿意去做 这个药方 最重要的是一味药饮 需要甚是珍惜的药草 接骨草来入药 方可事半功倍 接骨草 只是此草 甚是难寻 只有趁近日天凉 到山中林子深处 才有可能找到啊 这草药如此难寻 可真有那般奇象 若能寻得此草 便可大大缓解十三爷的腿伤啊 甚至有治愈的可能 这个接骨草 我一定要找来 把十三治好 好 福晋 可不可以休息一会儿啊 那你先在这儿休息着 我去前面找找看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啊 福晋 你还是等等我吧 我跟你一起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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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晋 福晋您去哪儿了 福晋 福晋您去哪儿了 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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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став 福晋 附近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都是奴才不好 附近他 他说上山给爷找药草 结果 他自己一个人 往深山老林去了 奴才摔了一跤 没有跟上 附近就不见了 不行 我要去救他 十三爷 十三爷 你先别心急 怎能不心急 这山路本就崎岖危险 万一小卫 万一小卫 不胜掉下悬崖 或是一道猛兽 即不更危险 我 你的腿伤还没好 千万别冲动 我去找小微 带上所有的人去找 放心 一定能找到 四哥 你一定要把他平安带回来 放心 川儿 我们走 这 奴婢快去找 走 十三不见 十三不见 福尽 福尽 十三福尽 福尽 福尽 十三福尽 你在哪儿 小卫 福尽 十三福尽 十三福尽 福尽 福尽 十三福尽 福尽 福尽 大家仔细找 十三福尽应该就在这儿 快 福尽 福尽 十三福尽 十三福尽 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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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福尽 福尽 十三福尽 福尽 福尽 十三福尽 十三福尽 小卫 小卫 十三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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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卫 十三福尽 来来来 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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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嘴巴严实点 今天的事若是有人知道 是 perí叩 Zither Harp 我怕 四哥 小微 四哥 你怎么在 你怎么在 我无缘无故地就被吊起来 到了晚上 那绳子自己就散开了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早些时候在林子里 看见一个女子 身形很是像你 难道 是有人故意引我们来赐的 服彬 服彬 十三服彬 这有瓜 十三服彬 走 服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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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我们组本找到你了 四爷 您这是 既然你们来了 就先送十三服彬回府吧 好好休息 福彬 福彬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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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娘 罗娘 你也不必太担心了 小薇妹妹可能就是在树林里迷了路 已经派人去找了 一定会找回来的 可毕竟是在荒郊野外啊 万一碰到什么野兽 再受了伤 那可怎么办呀 回鹅娘请啊 嗯 起来吧 你们怎么来了 回鹅娘 十三附近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听说了 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禀告娘娘 十三附近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那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十三附近在哪儿找到的 是 是在山间的茅屋 还有 还有什么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我娘都担心一整晚了 奴才只听说 十三附近找到的时候 四爷也跟十三附近在一起 你说什么 老四爷在 我们也怎么会 确定是四爷 没看错吗 你满口胡言 谁准你这么诽谤四爷和十三附近的 给我张嘴 娘娘 娘娘恕罪 娘娘 罗娘 您何必对一个下人动气呢 这只是谣言罢了 不过 这可如何是好啊 居然把四哥和小微妹妹便排到一起了 虽说是闲话 但若是被有心的人听到了 已讹传讹 到时候 这四哥的颜面 和皇家的颜面 何存了 东莲 奴婢在 告诉所有人 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律不得外传 要是让我发现 有谁在背后嚼舌根 就乱棍打死 是 你也起来吧 是 退下 是 你们几个也听好 今天的事情 必须压下 万不可让流言四起 都明白了吗 是